雙北疫情延收 昨天傳出臺北市長柯文哲的隨護 PCR結果為陽性 柯文哲今天會先採取居家辦公 並且做自我健康監測 而臺北市快篩陽車來速篩檢站 也在今天正式啟用 快篩陽車來速篩檢站 四號正式啟用 提供快篩陽性民眾帶著試劑自行 開車或親友接送到廠裁檢 目前每天可篩檢一千兩百人 原則上我們還是希望大家預約 因為如果是快篩陽的話 還會有一些看診 還有剛剛看到的拿藥 所以還是希望大家用預約的方式 民眾他不用再去急診室 他可以自己比較從容的 開車子這邊過來 臺北市三號新增四千八百零六例 本土確診 市府指出 北市各大醫學中心會啟用快篩陽 急門診 輕重分流 民眾拿藥不用進到急診室 而市長柯文哲的隨護PCR 結果是陽性 那在休假兩天之後 昨天早上和科市長同搭公車 中午外出行程同車 大約五分鐘 兩個人都全程佩戴口罩 市長為求保險起見 明天會採居家辦公的形式 執行業務 和隨護臨近九宮格的同仁 將採取以塞代格的方式 其餘同仁正常或是分流的方式 來辦公 市長市稍早已經清消完畢 目前禁止當中 而新北市三號新增八千兩百七十八例本土確診 板橋中和新莊三重累計較多的確診者 新北市也新增四處社區篩檢站 全市共有三十五處篩檢站 新北市已經開設七個集中檢疫中心 提升醫療量能 市府希望讓新北先行事辦居隔轉型 落實居家快篩 自主健康管理 記者黃子杰 陳信龍 張國良 中健剛綜合報導 總統